Livrepool I'm going to win the league this season we're not good enough but I'll tell you one thing for sure that's not what I'm winning and look at all these moody bastards here they're very upset because they're not winning anything this season 今天是对伦敦来说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天 因为今天伦敦东南西北各有一场重要的硬钞比赛 四支球队迎战的是来自北方的三支禁旅和热刺 然后今天这场 你在说什么 那么最重要的一场将会发生在这里 球长球场阿斯纳今天迎战榜首的利物浦 阿斯纳球迷们今天有没有信心 枪迷们你们有没有信心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what's the Liverpool it's important right Liverpool is going to lose today this game is so much important it's a big big game and so you don't want to get any red cards right because阿斯纳's been getting a lot of red card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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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we are going to f**k them what yeah no we are going to win okay is this some kind of special Arsenal souvenir or no it's just that we're going to go strong against Liverpool so i just want them to feel like like parents give it a military touch right i just met Saka earlier at Hilton where he was staying he seems to be in very good spirit so i think he's going to be 3-2 oh 今天是从六普远征过来 对开车开了4个半小时 作为六普球迷干就完了 啥都不用说 我是周三才从来比锡回来的 紧接着今天就开车过来了 只要是六普的比赛 我就想每一场都参与 比分呢我希望今天能拿个平局就已经很不错 真的假的 毕竟在阿森纳的主场 因为作为6-5球迷呢 我们还是很清醒的 我们的赛季目标还是前四 阿森纳和曼城的争冠 和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保住前四 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最近就是很多人 聊到这个阿森纳的红牌 那就是数据大家很清楚了 阿尔特塔这个上任 阿森纳主要链以来 阿森纳是拿了最多的红牌 很多球迷都说 这个热刺踢球踢得脏 但其实热刺拿的红牌 还远不及阿森纳 你说这个在球队打法上 是不是阿森纳现在踢得就 不要说脏了 更有攻击性 反正之前踢得软是被骂了 现在踢得硬又被骂 那我不知道怎么踢不被骂 专注于自身呗 不用去理会外界的噪音 就是自己跟自己比 比如说上场 跟红牌不红牌没关系 踢得就是没那么好 这场就希望 不论财办是怎么样的 对手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希望我们做好自身 我们说能把我们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 如果你看到 阿森纳的团队 他们有一个很棒的团队 impressive 这个人能财务匡 你应该不管长度 看回头 我高評分 我根本大错误 couldn't 是什么 的 家里套 现在 我们没有中到 鲁华西 distance 准备 我们不能仿佛 perts高克 没关系 日本人能可以 再让他 安栖 你 3-1 我去2-1 3-1 临走之前 评价一下刚刚达洛特的空门 刚刚一看吧 我觉得就是难闻人 这个时候你让他去拖到前面去 这不是太难闻人了 换一个人 去踢这个空门 换谁呢 霍玉伦绝对可以进 霍玉伦真的能进吗 绝对可以进 真的能进吗 这一场空门绝对可以进 好 好了 又传来了阵阵的虚声 我不知道现在是发生什么了 刚刚阿森纳有一个最后时刻的进球 但是被吹掉了 今天另外的两场比赛里面 切尔西战胜了尤卡斯尔 水晶宫战胜了热刺 我估计啊 今天北伦敦可能不会有胜者 伴随着虚声 比赛结束了 2比2 刚刚是很多人 现在好多人从我身后走过 都是妈妈咧咧 阿森纳全面 大家听这个 太乐呀 太乐 今天又是不容易的晚上 我也玩了 我也玩了 对 心疼 是心疼 这个比赛到最后 你是心感有些侥幸呢 还是说有些失望 不肯定是侥幸 赛前的话我觉得我们是 我是相当自信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小胜一球 我本来赛前是不接受平局的 但是看到我们今天从30到70分钟之间 其实踢得很差 就是各种身体对抗不到位 尤其是今天我看了以后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你想要运动战进阿森纳球 几乎不可能 他所有人只要扎在那个 进区里面 5个后卫 3个后腰 你根本拿他没办法 这必须得给阿森纳一点 respect 我觉得可能对于阿森纳的角度来说 他们丢分其实是更可惜的 我觉得今天我们是有点搅心的 你说平局你就满足 很满足 今天的很满足 今天的比分真的很满足 因为利物浦真的是利用对方的伤病 欺负了小孩 尤其是萨拉赫打进第二球 绝对是把阿森纳的走路欺负的一根二净 因为阿森纳防守真的很好 从对方没办法换上小孩之后 才有了几次 才有了更多欺负小孩的机会 所以才能拿到这场平局 所以我非常开心这场平局 今天这个六五成员的发言 好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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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方向是我们六五成员的 六五成员的 六五成员的 好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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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对吗 为什么你来吗 阿森纳防守 因为阿森纳防守 是最好的球队在海上 你祝福了吗 我非常愉快 我非常愉快 听说 阿森纳防守 我会负责的 这季度 我们不太好 为什么 你现在是最好的 看 我们可以看 我们有几个好球员 我们需要更多的 有可能我们不可能 我们会负责的 但是我会负责的 阿森纳防守 我会负责的 而且看来这些 都不可能 这些人 他们很愉快 因为他们不负责 这次是 他们不负责的 他们不负责 这次是 你不负责的 你不负责的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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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说 我说 我说 这是 对比较 最高的 对比较 我们会负责的 我们都会负责的 我们都会负责的 100역 100 可以负责的 你们都会负责的 这么个 assigned ca 咱们 我们加入他们的市名 在 세계里面的人 这两个国家的第一次决定 都有级别的10代表 我们的要有未来的 阿尊尔组里刚才是 你会看到你比较比过去年代的 你认为这些人是真的吗? 我们也有的看到一点 我觉得我们的表现 我们的表现 看来我们是变7-0 我们不认为 West Ham 6-0的从来回到起来 我觉得 我认为我们的角色,在那些游戏中, 在那些游戏中, 那些游戏中, 那些游戏中, 我认为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认为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认为是奥德gaard, 他在三个游戏中, 他在三个游戏中,他在这些游戏中, 我认为我们的组织, 它会很棒, 谢谢你, 谢谢你,